本期八倍的学吃带您深入了解 有着海底燕翁美称的印尼高鲜寒天粉 寒天究竟是什么 但您知道寒天这种东西吗 是吗 没听说过 不知道 寒天 不知道 寒天 是个节气吗 容易热水凝固于常温的特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又是何种植物的天然萃取物 降血糖 力通电 和减肥的功效 又是遵循了什么原理 节目中海藻专家和营养专家将为您一一解答 更有科学小实验为您展现寒天可以包裹油脂的神奇功效 一切精彩尽在接下来播出的八倍子学吃 第一道食材料理精彩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八倍子学吃 我是主持人小崔 关于吃 我们大家有不同的喜好 比如说有人爱吃的营养健康 有人却更加重视食物本身的口感和味道 但是如果您太为了逞着口舌之欲 吃得太过油腻 又或者说您太重视味道 吃了太多的食品添加剂 对我们的身体都是有害无益的 这期我们的八倍子学吃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种 纯天然由海藻提取出来的膳食纤维类的食材 可以改变您的饮食状况 还您一个健康的身体 大家一定要问了这是什么 答案就是寒天 说起寒天 也许很多人都对它不甚了解 但如果提到印度尼西亚的碧绿清澈海洋 提到那些享誉世界的度假圣地 想必每个人心中都对其无限向往 而今天节目中所介绍的寒天粉 就来源自纯净污染的印尼海中孕育的天然红枣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使印尼红枣吸收了丰富的矿物质 由以钙和铁的含量最为丰富 另外还富含大量的植物性胶质 多种维他命和人体必须的树种氨基酸 因此寒天有了海底燕窝的美名 虽然国内人看待寒天还是个新奇事物 但它在日本却是家喻户晓的食材 在2005年还被评选为 日本国内第五大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 排名仅排在几种高科技电子产品之后 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日本人食用寒天的历史也很悠久 自日本耐凉时期 便被人们所广泛接受和喜爱 到江户时期 寒天已经作为料理被广泛食用了 在冬天 人们常常将出海打下的多种红枣 放到寒冷的户外 等其结冻后 变成干货储存 并且由于这项传统制作工艺 都在冬天里进行 因此得名寒天 寒天它是一种红枣的提取物 那么像我们把这个 就像一般的灶类 把它的细胞壁破裂以后 然后可以提存出里面的一些膳食纤维来 那么寒天就是这种膳食纤维的一种提取物 它里面还有多量的 咱们食物当中的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 那么现在人们把这种膳食纤维提存以后 结晶把它做成粉末状 可以用来使用 正像营养学家说的那样 寒天取自红枣 是红枣破壁技术的萃取物 因此含有大量的天然纤维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膳食纤维 而提到膳食纤维 您对此又了解多少呢 膳食纤维 没听过 没听过 是比较健康的一种 这种纤维吧 因为促进肠弩动啊什么的 具体我也不清楚 反正膳食纤维肯定是吃了对人有好处吧 应该是抵抗力低的吧 抵抗力低的或者说需要收入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由采访者的回答来看 虽然膳食纤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但真正了解其功能的人还是少数 如果要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 膳食纤维就像是肠道的清道夫 虽然本身没有营养价值 但它在保持身体的健康方面却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膳食纤维呢是我们1970年以后 那才进入我们营养学的一个新名词 但是这两年呢大家都炒作的比较热 比如说你像我们一般的这个植物的种子皮 还有就是我们吃了一些灶类 菌灶类的食物当中 我们可以提炼出来一些胶状的物质 或者是不容易水的一些物质 在肠道当中都不被消化吸收 它不能很好的分解热量 那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不把它称作一种营养素 但是这两年呢我们就开始呢 认为它是第七类营养素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叫膳食纤维这类的食物呢 放在我们的营养大餐上 把它的地位呢越提越高 你像咱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 每一天呢你要吃的膳食纤维就要达到30克 那么你像我们的寒天啊 它就是一种灶类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那么它里面的这个膳食纤维呢 都有溶解脂肪的作用 脂肪细胞在体内是非常懒多的一种细胞 它会囤积脂肪 那么你像肌肉啊 还有我们这种 就是说能量会让我们进行性质代谢 但是脂肪呢它就喜欢储存 可溶性膳食纤维呢 可以减少这种多余脂肪的吸收 也就让我们从肠道当中排出体外了 这样人体就会越来越鲜瘦 而且呢会比较精干 而且能量也能跟很好的进行代谢 整个的性质代谢就会旺盛了 原来寒天所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对于溶解脂肪都有很好的效果 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高蛋白高油脂的食物 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据科学统计 由于现代人饮食越来越趋向欧美化 与过去相比 膳食纤维的摄取量减少了20% 饮食生活的欧美化 导致了人体对动物性脂肪的摄取量不断增加 使得高血脂肥胖症的患者居高不下 近几年来 人们开始认识到膳食纤维的重要性 那么您知道哪些食物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吗 那些五股达粮吧 水果来和蔬菜什么的 古物当中的五股达粮里头的比较 那您对上海藻类的 有 肯定是有 海藻是一种比较绿色又环保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膳食纤维应该比这些要更多一些 本期八倍的学吃带您深入了解 有着海底燕翁美称的印尼高鲜寒天粉 寒天究竟是什么 那您知道寒天这种东西吗 是吗 没听说过 不知道 寒天 不知道 寒天 那是个洁气吗 容易热水凝固于常温的特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又是何种植物的天然萃取物 降血糖 力通电和减肥的功效 又是遵循了什么原理 节目中海藻专家和营养专家将为您一一解答 更有科学小实验为您展现 寒天可以包裹油脂的神奇功效 一切精彩尽在接下来播出的八倍子学吃 提起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果然大部分人还是劣之一二 不过在这么多的食材中 哪样食材的膳食纤维含量最高呢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找到了正在为学生指导的海藻专家段教授 请他来为我们讲解一番 新鲜的海藻或一些海藻制品 多吃点这个东西远远要比陆地的蔬菜要好得多 因为什么不同的寒天或者我们叫青椎的来源当中 对红枣当中有姜黎 石花菜 紫菜这几个大东西 含量最高的应该是石花菜 那么这个紫菜和这个姜黎含量也比较高 接近于80%左右 它这个比标准的真正这个卖富贫高得多 另外一大类就是鹤藻 鹤老乡 麻尾藻类 海带类 洋鸡菜类 就偏低就60%到70%左右 比红枣类相对来讲要膳食纤维要低 经过对比 红枣类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87% 而且作为一种水溶性膳食纤维也更利于人体吸收 在我国沿海地区也有不少大型的红枣类植物 这些红枣与生长在印尼海域的红枣相比 哪一种更适合选择进食呢 近几年来随着我们国家现代化 特别是沿海地区工业化发展的快速增长的态势 经济增长了必然带来的一些负效应 比方说环境 气候和这种恶化 导致了近海的前海可能的一些污染 比如说某些政治因素离的超标 比如说某些个化学元素或化学物质增加 那特别对海藻来讲 它对正极组元素欺负的这个技能特别多 相对来讲像东南亚地区 它的这个天然环境实施求助的时候 要比我们这儿要好得多 所以说这个污染的系数要小一点 所以说它那不管是养的或自然生长的 这些海洋凍植物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红枣 安全系数要比大陆前海地区要高得多 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了解了寒天作为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 它对人体代谢系统的重要作用 那有没有什么实验可以证明寒天有包裹油脂 减轻肠胃负担的功能呢 不要走开 一切精彩尽在接下来播出的《八辈子学吃》 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已经介绍了寒天的重要作用 它作为一种由印尼深海红枣的细胞壁 所提炼萃取而成的天然食品 寒天所蕴含的膳食纤维是蒟蒻的31.2倍 是苹果的23倍 说它是膳食纤维中的佼佼者可不为过 如此强大的膳食纤维含量自然有其过人的功效 那寒天啊它有很好的包裹油脂的作用 像我们油脂吸收到体内过多问题就多了 我们现在人所有的代谢病万病归宗都在于我们现在吃食物的油多了 血管里油多了 我们的肠道当中油多了 我们的内脏周围的包膜油多了 我们皮下脂肪也变厚 这样呢就会得各种各样的我们现在叫做代谢综合征的毛病 也就是说体内的脂肪过多 血脂过高 肌体内的新陈代谢呢就会减慢 这样我们就会得肥胖症 高血压 然后糖尿病等等一系列 那么这些疾病呢代谢性疾病呢都会让我们减缓寿命 如果没有纤维把它包裹 那么我们肠壁就可以用一些淋巴管直接把油脂分解就变成小分子 就吸收入血了 如果有了膳食纤维呢它就把它包裹成大分子 这样咱们的肠道呢就不容易吸收 可以顺着我们的大便排出体外了 比如说我们把寒天放到这个杯子里面去 然后如果往里面滴一滴油 如果充分的搅匀 就会模拟我们这个肠道蠕动的这种效果 然后这个寒天就会把油脂呢 用膳食纤维的方法包裹起来 吃了这个灶类的膳食纤维 到了我们的肠道当中呢 它可以呢分解成一些小球球 而且呢它能吸附这个油脂 把每一个油脂呢变成一种球状 然后隔离一下水分 这样呢就把油相当于包裹到它的这个纤维内部里面去了 通过实验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两杯水的区别 油脂不容易水 所以在只放了杯清水的杯子里 油滴完全浮在水面上 不会进入到清水里 但加入了寒天的这杯水 油脂已经被寒天完好的包裹住 呈现出一颗颗小油猪的状态 所以如果您在三餐前喝上一杯寒天饮料 饮食中的油脂就不会被过度吸收 由于高油脂所引发的一系列代谢综合症 自然就会有所减缓了 由印尼红枣提取的寒天粉 有着神奇的包裹油脂 去除体内多余脂肪的功效 可是您知道除此之外 它还可以做成口味多样的甜品吗 接下来的八辈子学吃将继续带您了解寒天 还有大厨教您制作好吃又健康的寒天美食 不要走开 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 刚才学习了这么多关于寒天的知识 其实有一点还没有说 那就是寒天的热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做成甜品的话 我相信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的 不过说到女孩子我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所以今天特地为大家请来了两位美女嘉宾 来掌声欢迎一下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小鹿 大家好我是凤娇 那么今天请两位美女来的原因就是给她们要吃一下甜品了 平常爱吃甜品吗 特别爱吃 但是吃完了之后就特别特别怕胖 你也一样会害怕吗 非常喜欢吃 只要是甜品都喜欢 但就是太胖太大了 太大了 那问一下你们知道如果爱吃的蛋糕一块的话含的热量能有多少 一千多吧 一千多卡 对 是不是 那要运动多长时间 运动得半天吧 得半天 那又泛懒不愿意运动 所以就会胖起来对不对 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种食材做成的这种蛋糕啊糕点 二位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 因为食材本身的卡路里的含量是 零 在夏日里的美味甜品着实很诱人 想要一解口腹之欲 却担心发胖的女孩也不在少数 这个时候就需要寒天一展身手了 印尼高鲜寒天粉无色无味 可以完全融入任何一种食材 所以被广泛的加入到甜点中使用 在台湾爱美又爱美食的女孩可是经常会品尝寒天甜品 从而达到降低卡路里摄取的目的 寒天这种食材其实在台湾 因为我本身是台湾人 那在台湾的话对这种接受度是比较高 因为它现在其实现代人消费者比较追求养生 那其实寒天这种对一般女孩子来说接受度非常高 因为寒天这种食材添加在不管任何一个食材里面 它制作起来是让人家吃起来会有一种饱足感 吃的少量的时候又有饱足感 它自然就不会多吃了一些 应该说垃圾食材或一个垃圾食品 那它自然就是增加它饱足感 它就不会想吃 那一天它吸收的热量就比较少 所以可以达到一定的减肥的效果 所以女性的消费者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寒天的特性其实它应该说它是纯天然的 因为它是所有在红枣类里面有石花枣 它所萃取出来经过现在的加工工艺 制作成一种白色的粉末 那它的用途是非常广的 不管是在药品还是说食材 像我们一般做的八宝粥 还是说一些甜点 那其实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 那一般台湾的接受度已经是蛮高 很多便利店他们所推出的一些饮品 或是甜点 其实都已经很广泛地在添加寒天这种东西 为了更好了解寒天是如何制作甜品的 我们跟随着杨师傅来到了操作间 只借杨师傅熟练地倒入制作甜品所需的各种原材料 然后严格按照配比倒入寒天粉 制作寒天甜品的过程十分简单一学 因为寒天本身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只要将水加热至沸腾 寒天粉就可以完全溶解 原液搅拌均匀后 放入冰柜里冷制片刻 寒天汁就会变成固体的形状 这种固体的形状完全依靠 从红枣中提取的大量膳食纤维与胶质 与明胶等添加剂不同 寒天的胶质完全天然 因为一般我们用合成的添加剂的时候 其实它对人体是不容易被人体给吸收的 那其实寒天它添加在果冻 还是一些甜点里面 其实它是纯天然的 所以对人体的吸收是比较有健康 因为它很富含那种膳食纤维 消费者他们接受度 这样就叫养生跟健康 所以一般我们店家慢慢在对这种 天然的食材都会尽量去拿出来使用 所有的人群都是很适合 不过接受度比较高是女孩子 所以女性消费者 因为他们比较注重身材 所以他们对这种 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的一些食材 他们是比较感兴趣的 好了今天我们寒天食材的这种甜品 都已经上桌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是这种类似于果冻的甜品 闲话咱也不说了 二位美女尝尝看吧 对 看上去就是 而且在灯光的照耀下 显得特别精神剔透 吃到嘴里就是说比果冻 要好驾驭一些 在嘴里它不滑溜溜的乱跑 而是说入嘴激化 甜甜的滑滑的 口感比果冻好多了 是吗 那你觉得果冻的口感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果冻我觉得它好像就是 那种添加剂太多了点 到嘴里呢 然后明显就是口感比较硬 然后不容易化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吃到嘴里以后 入口即化 而且舌尖一米它就散开了 它的甜度刚刚好 不像其他甜品一样 吃到一半就会吃腻 像夏天吃这个 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非常清爽的感觉 如果把它放在冰箱里冰一会儿 然后再拿出来吃的话 我觉得口感会更好 你猜我现在什么感觉 还想再吃呗 吃不下了 以前那种甜的吧 我都能吃两三个 是那种芝士蛋糕什么 能吃好几个 但是这个我就吃了不到两碗 然后就已经有那种饱腹感了 饱腹感 但是就是对于这种味道 还是比较下往的 对不是因为甜的腻的 然后然后饱腹 是我还想吃 但是我确实吃不下了 如果说让我一点一点 慢慢吃到下午的话 我还是能吃一点的 这还是能够展现自己实力的 那就像刚才小鹿说的 为什么寒天会给大家 带来一种饱腹感呢 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本期八倍的学吃 带您深入了解 有着海底燕翁美称的 印尼高纤寒天粉 寒天究竟是什么 那您知道寒天这种东西 是吗 没听说过 不知道 寒天 不知道 寒天 是个节气吗 容易热水凝固于常温的特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又是何种植物的天然萃取物 降血糖 利通电 和减肥的功效 又是遵循了什么原理 节目中海藻专家和营养专家 将为您一一解答 更有科学小实验 为您展现 寒天可以包裹油脂的神奇功效 一切精彩 尽在接下来播出的 八倍子学吃 像寒天呢 它的特点是这样子的 就是膳食纤维呢 它都是有孔隙的 那么像寒天呢 它有非常好的吸水性 那么它一倍呢 可以吸250倍的水分 所以这种食物我们吃起来呢 就特别有饱足感 而且呢 这种饱腹感很强的食物呢 它的热量又是极其低的 那么比咱们一般吃的这个紫菜 还有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羊菜类的东西啊 热量都要低很多 我们在吃的时候 因为它的热量极其低 所以它在食用过程当中是没有食用上限的 我们可以吃的量非常多 但是你吃到食客呢 里面的热量呢 也只有15000卡的样子 像寒天呢 它特别适合于什么人群来食用呢 比如说 你的这个食欲特别旺盛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然后经常上网啦 然后服按工作比较多 那么嘴巴比较清闲 就愿意吃点零食喝点饮料 那么如果以寒天类的食物作为饮料的话 那么它体现了一个健康的概念 也就是里面的热量非常低 不给大家带来多余的热量 没有肥胖之余 那么另外呢 我们像高血脂 高血糖 高血压的病人 我们也可以喝这种饮品 那么可以把它当作带餐 一个增加自己的饱足感 另外一个呢 能够辅助降糖 降汁 一些这个经常有便秘困扰的人 或者是家里有这个结肠癌的 家住室的病人 那么我们都建议啊 服用一点寒天饮料 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可以刺激我们胃肠道的蠕动 把肠道当中多余的毒素呢 排泄出来 这样呢 可以减少结肠癌的发病力 就我们老百姓说的 排毒养颜了 那么当然对皮肤也是比较好的 有没有看到 这不是我吹牛吧 这不仅仅是没有热量 而且呢 你肠之下有减肥的功效 女孩子一听到减肥 都已经是那种疯狂的状态了 对不对 减肥除了吃还有懒嘛 那如果说像我们懒得在家 我就是不是很大热天的 不是特别想出来 就是说在家里做一下这种甜品 那凤娇会想吗 我也想在家尝试一下 但是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呢 那我相信电视机前的 很多的女孩子们 都想在家里用寒天做一下甜品 苦于不知道该怎么做 没问题 下面教你们两招 在您的印象当中 寒天更适合做一些怎样的餐点 主要是做一些果冻类的 做些甜点 做米饭也行 做米饭把它加进去以后 米饭的口感各方面都会很好 色泽也会很好 对 今天呢 我们首先做一个双色膏 你打算用什么食材 我们用糖 有糖 就是白沙糖 市面上常见的 三花淡奶 淡奶 这都是超市里能买到的 对 还有椰浆 椰浆 对 再提着椰香味 然后再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寒天 寒天这个今天大约得用多少 一斤 就是水 对 用两包寒天就行 一斤水两包寒天 这样一个比例 能够让它的口感可能更加 对 发挥到最好 我们先撑水 加入一斤的水进去 对 现在是要把刚才准备的一斤水 把它充分的烧开 加热 我们这一斤水 加上去 加两糖 好 现在糖准备好了 我们把它加入 过中 准备这一斤水 对 对 融化完之后 我们再加上椰浆 加点椰浆 对 椰浆在里面主要起到的作用 就是一个提味 提味 香 然后再就是取它的色 它没有奶白色 对 没有那种感觉 我们再加上半罐的三花淡奶 这个三花淡奶在这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也都是提味调色 我们把它烧开 烧开了之后 我们把寒天加进去 寒天这颜色跟咱们原汁的颜色非常像 对 然后把它搅拌开 充分的融合一下 在添加第二包寒天粉的时候 傅大厨建议此刻最好改为小火 因为这时的原汁已经有了一定的粘稠度 大火容易让其溢出锅外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哦 这就是相当于是个过滤用 对 来 我们把它滤出来 可以将这些糖的颗粒 哦 滤出来了 滤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需要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先冷藏一下 哦 制冷 制冷 让它结成第一层 然后我们在 在冰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咱再做第二个 好的 第二层膏体的制作 您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 在第一层奶叶制作的基础上 加上喜欢的果汁粉 加热均匀搅拌 使其充分融化 不过在倒入第一层膏体之前 需要注意一个小问题 哎 我看咱们现在就可以往里倒了吗 稍微等 我们让它稍微一凉 稍微一凉之后再倒 热的倒吧 容易把下面这层冻 把它破坏了 它就会融化 了解了解 就融化了 放凉一点 稍微一凉 再倒进去 好了朋友们 稍安勿躁 稍等一会儿 成品即将出现 您看 成型了 对不对 这就是咱们的双色膏 咱们这个双色在下面那层 对 下面咱这个长的时候是怎么长的 我们切这么快 使用寒天粉做成的双色膏 膏体晶莹透亮 口感Q弹爽滑 与同样有凝固作用的鱼胶相比 寒天粉不会让人有发腻的感觉 而且寒天所富含的膳食纤维 又比明胶等食品添加剂更加健康安全 如果您偏爱果冻般爽滑口感的甜点 那么用寒天粉来制作一定会让您满意 怎么样 果冻你会感觉到比较软的成分多一点 它的韧劲更足 而且韧劲之余呢 我觉得这种寒天体现出来一种口感 会体现一种滑中带一种绵绵的沙感 对对对 如果说不用寒天这种东西了 用其他可能就没有这种沙感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寒天比较细腻 它的热量也不大 减肥非常有效果 对于咱们的肠胃都非常好 建议减肥的人们饭前服务吃这种甜点 它有一种饱腹腹感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的福大叔还有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 这是个什么 我们在家自制老酸奶 自个儿在家做的那才是最安全的 对对对 我们原材料呢很简单 一包牛奶 一包 咱们再要一个原味的酸牛奶 酸牛奶 这个酸牛奶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起到发酵菌的作用 啊 用酸菌的发酵的作用 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庭里面准备这种酵母 比较麻烦 不大方不方便 其他地方也用不上 对对对对 所以说呢 咱们就可以就地取材了 就是买上一瓶 就是说原味的 一定要原味的这种酸奶 不能加其他味道 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咱们的寒天 酸奶对人的肠胃 胃肠道的消化吸收 消化什么都非常有好处 有好处 我们的寒天呢 也是对于胃肠蠕动 对 有丰富的酸食纤维 对对对 丰富的酸食纤维之后 对你的肠道 胃肠 都非常有好处的一种食材 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牛奶 我们加到锅上加热 奶倒入之后要加热 我们加糖 根据个人口味 不加也可以 不加也可以 可能就只有酸味 就是酸味 加上糖之后呢 它之后的口感比较香甜 已经 初次制作寒天酸奶的朋友 可能会在搅拌寒天粉时 遇到结块的情况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傅大厨又教给大家一个 易操作的小窍门 可以把寒天粉先倒入一个小碗中 加入开水后 搅拌成糊状 然后再慢慢倒入热牛奶中 这样搅拌起来 就会防止寒天粘连成块了 等奶加热完成 下一步又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取下之后 让它晾凉 凉到什么 对 凉到什么程度呢 什么程度 不烫手 不烫手了 温和 40度左右 体温差不多 对对对 奶现在放凉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咱们的纯的酸奶 酸奶 确实起到一个发酵的引子作用 这儿呢 我们再把它充分的搅拌开 这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现在呢 找个容器 容器 好 我们把它倒到容器里 容器当中去 就要进行最后的加工 过滤一下 家里没有酸奶鸡呢 就把咱们做好了这个 现在这个叫原汁吧 对对对 原汁加入到您家的这个电饭锅里面去 关上盖 炒到保温状态 对对对 多久 八个小时 发酵八个小时 发酵八小时之后 老三奶出炉了 这个酸味很正 我觉得这个整体做的过程非常好一点 就是纯做酸奶的话 软软的 对 但是加了寒天之后 口感上增加一种 偏向于 趋向于果冻的那种感觉 很Q 它的口感更爽滑 然后有一些弹性 酸奶本身我们就知道 特别能够对肠胃的鼓动促进 加入寒天之后 不仅能够轻油脂 而且能够酱三高 今天咱们的副大厨交给咱们用寒天 制作两道非常经典的甜点 一个叫做双色高 刚才您看到了 那个吃起来Q弹爽滑 甜味十足 唇齿流香的 还有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老年本身对身体非常有健康的 这个老酸奶 老酸奶在外面买 不一定咱放心 但是自个做的又加了寒天这种海底燕窝 吃起来 那绝对是健康放心 加美味啊